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旭,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崎岖砍事件 医学上有一种非常少见的认识现象 一对双胞胎没有按照正常的过程来 受精卵在最开始发育的两周内并未完全分裂 局部分离的受精卵继续发育下去 最后诞生的新生儿就是一对连体婴儿 他们大部分是共用同一个身体,却有两个思维 在四川省成都市有一对连体男女 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连体人 而是由于意外,导致两人生活上离不开彼此 不得不连体生活在一起 夫妻俩都是千里迢迢来到成功的打工族 妻子阿娇心天残疾,只有一只左手 丈夫小波在一场车祸中受了很严重的伤 臀部以下的身体部位全部被截肢掉 阿肖小时候就知道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这么多年也靠着坚定的信念活了下来 而小波原本是一个充满希望的90后青年 突然遭遇如此打击 感觉人生毫无意义 她也想过一了百了 好在阿娇此时出现在她的身边 阿娇没有嫌弃小波 反而有意和她组建家庭 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去哪里都是成双入队的 因为没有双腿 出行成为小波面临的最大的难题 阿娇索性充当起小波的交通工具 专门准备了一个小竹篮 每天背着小波出门 小波坐在竹篮上 也可以弥补妻子没有右手的缺憾 时不时的帮阿娇提点重物 两个人的生活在其他人看来 可谓是无比艰难 他们则认为自己的小日子 过得有声有色的 如今社会上一对小情侣结婚 更像是双方家庭间的一种博弈 不仅要两人感情基础好 对方家庭条件怎么样 两人结合后 能给彼此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都要考虑进去 阿娇和小波很感谢对方 出现在自己的生命里 他们的生活可以说是羡煞旁人 网友称他们为 世上最美夫妻 阿娇从不觉得 背小波是一种负担 他在这几分认真的说 背着的其实是他的全世界 小波也不再是那个 自圆自爱的年轻人 他重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一心一意地和阿娇 把小家庭维护好 必须承认 他们日常确实会碰到 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甚至阿娇背着小波出门时 即便伪惯的群众 会惊奇地看着他们 围观者的目光中 包含着怜悯和可惜 相信他们中也有人 从内心佩服这对小夫妻 在一部分网友看来 阿娇和小波颜值都挺高 两人生里没有缺陷的话 必然能过上好日子 不过世上男友早知道 阿娇和小波尚在努力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得过且过呢 小伙伴们对此 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吗 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 创作不易 喜欢小趣的小伙伴 请记得点赞加关注哦